最好就是很直觉的 比如说看到这个怎么做 比如说1 先把第五题 A1到N75 设定狂约 其实这个范围基本上指的就是什么 A1到N的75 意思就是整个范围 有没有 75到这里 所以全选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快速键 Ctrl-Shift 向右向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合并主动 所以你可能要整个先向右 到最右边之后再Ctrl-Shift 向下 这样子全选 要不然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要全选的话 先选A1 按下Shift 键 再去选N的这个基础 按Shift 键 这样也可以 方法很多 最笨的方法就是用滑鼠这样慢慢拉 因为有时候怎么样 这要一多会跑过头 不好选 所以我建议用快速键 要不然就按Shift 键 这可能是比较OK的方式 接下来设定框线 怎么设定框线呢 请各位注意 框线在常用里面的这个 它的设定比较进阶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什么 选择这个箭头有一个其他框线 其他框线第一个就是内线 内线它做什么样的设定 我们看一下 里面这一条线 内框线为最细的实线 OK 它那边还要解释说 这个是左蓝的最下方那一个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内线 那我们来看内线怎么设定 你先不要按 你先怎么样 你先找到这一条线 最他说什么 左蓝就这一条 然后按一下细线就可以 一先选样式 二再去决定它的内线 这个时候里面内线就OK了 第二个的话 它要我们做什么 外线 外线要做什么 外框线 为次初的实线 它跟你讲说 是在右蓝的第五条线 第五个OK 所以这边的话右 这边是左 这边右 一二三四五 就这一个次初的 然后就点一下外框 先选样式 再点外框 这样就大功告成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你会发现将来你在 不过现在这样看 可能看不出来 你如果要看结果 你可以用档案里面 我记得有一个所谓的 预览列印的功能 你可以再把它 这边的话 可以再看到 它长得就像这样子 这边是比较次初 里面是细线 好 那再来的话 还要做什么 还没完 这些地方的话 还有什么 第二列与第三列之间 要是双线 第二跟第三 那第二跟第三在哪里 第二跟第二跟第三 那怎么做 基本上 你在这边有一个设定 什么设定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叫 底端双框线 意思是用这个功能 你只要选到的这个范围 比如我选这个范围 选到之后 这个范围的底下就是变双线 所以我们要选的话 请你把A1 应该是A1 一直选 选到N2 这个整个选起来 也就指的是这个范围的底端 这条线 所以点下去 直接按一下什么 按下这一个 叫做底端的双框线 这样他就会把那个双框线部分 帮你设定过来 所以点下去 底端双框线 看一下 这条线就是双框线 OK 那我们第五题就完成了 那第六题部分就设定格 他说18栋 36栋 54栋的Leader 所以先选起来 然后用什么呢 五分类格式一下 那整个就是说 按照就是范围 选取丹蓝 不要全国 然后干数越 多的话 蓝色直条越多 也就是说它越少 应该是成绩越好才对 那我们第一个选 他怎么选呢 选哪里 应该是选这边才对 他说要把它的Scope 这边的话 应该是 E3 EHK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E 应该是这个Leader 这个 OK 然后把它整个选项 整个选 记得 如果你要整个选的话 我是建议一样 用Ctrl Shift向下 这样选 因为如果这样向下拉 然后会过头 OK 再来的话 第二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怎么选 也是Leader 36栋 怎么办呢 建议 你如果现在点它 它才会消失 所以怎么办 按Ctrl键 再去点 那个什么 H3 如果你下面全部都要的话 一样 Ctrl Shift向下 这样子 第二个范围 这个是连续的 这个可能要试一下 可能会有些同学会选失败 再来按Ctrl键 然后再点一下 Ctrl Shift向下 好 就是这三个范围 选完之后的话 它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这边有很多选项 它要我们做什么 针对其实应该是 图示期 里面会找到一个什么 五分类 有没有 五分类的话就是说 如果干树越多 蓝色的越多 那表示干树越少 这个蓝色的越少 这个有点像 那个手机搜寻的讯号 不过它只是拿来 用在 这个干树的多少 所以把它点下就可以了 点击 OK 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将来 你可以看到 哪个成绩好 哪个成绩不好 你可以看到 最好的应该就是 上面都没有 线条的 没有线条的 这个没有线条 这些成绩非常好 OK 成绩越好了 表示它蓝色的线条 越少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第六集的部分 所以这边 这边有个关键 记得 你如果要选取的话 请你用Ctrl 去向下 然后如果还要在选 第二个范围的话 请你按Ctrl 键 再按Ctrl 去向下 这样才有办法选招 请各位试一下 第五集跟第六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第七跟第八